好,剛才請你思考,你拿的是照相機可以怎麼調 平常你拿照相機的時候,你常常說我要調整焦距,我要調焦,我要調焦 其實上你根本沒有在調焦,你不是調焦距 因為除非你使用的是變焦鏡頭,否則你的是定焦鏡 你的鏡頭買來了,你焦鏡又怎樣?固定了,就這麼多 50厘米就是50厘米,就不會變了,所以你並沒有動到焦距 所以剛才講過說,你讓鏡頭的焦距變大或變短是沒有用的 除非你用的是變焦鏡頭,除非你用的是變焦鏡頭 我覺得是不可能這招的 那你照相的時候會說,那個山,你山令我太遠了,山靠近一點 讓我照清楚一點嗎?沒有辦法,所以你沒辦法動山 所以剛才講說什麼調整物據?不行 就這樣平常變成照樣也不會說,拿起來照不清楚 人靠近一點或人放多一點,也不會做這種事啊 所以你動你的相機嘛,所以動什麼?動那個螢幕 動那個底片跟鏡頭的距離,這種技術 就是讓底片跟鏡頭的距離調照跟你的相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口語上說,拿那個來調焦調焦,其實是調什麼? 你調的是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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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照遠物 如果要照遠物 我們的鏡頭呢,就要縮短 我們鏡頭就要縮短 鏡頭就要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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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會伸縮你就會知道 它會 它會 它會改變 如果你是變焦鏡頭就要增加焦距 所謂的望遠鏡頭 焦距長叫做望遠鏡頭 可以看來比較遠的望遠鏡頭 所以焦距要變長 這邊寫的 焦距要增加 那如果你照鏡物的時候 東西太靠近,向太後面 所以鏡頭就要伸長 鏡頭就要伸長 增加物距 那如果你是變焦鏡頭 就是要把焦距縮短 可是焦距縮短呢 就會像所謂的廣角鏡 廣角鏡的好處就是 可以照的範圍比較大 壞處是人可能會變形 人家可能會變形 好,那我們說的是 你那個你在拿相機 那個在移來移去的時候 那你這個什麼物距 什麼這些不會變嗎 沒有關係,為什麼沒關係 因為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 向在兩倍 對不對 所以你前面動很多 後面只動了一點點而已嘛 所以這邊動點 等於動很多 所以那個 那個所謂的物距差一點 其實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所以沒有影響不大 這就是照相機調教的方法 照相機如果拿起來 看過去是模糊的 我怎麼使他變清楚 一般人就是動 鏡頭跟相機底片的距離 所以鏡頭會伸出來 或是會縮回去 縮下來縮回去 讓他跟相距一樣 你就調好焦了 因為除非你用的是變焦鏡頭 所以否則焦距是不會變的 所以是不會變的 你也不會讓那個人 往前走或往後走 所以你也不會動物距 所以你動的就是 那個調整你的相距 讓他跟相距一樣 就可以了 然後我剛才講的 你再想想看 那如果你是人呢 人會怎麼做 你的眼睛可以怎麼做 你的眼睛看不清楚 你的眼睛可以怎麼做 你的眼睛可不可以把物距 相距變大一點 或變短一點 像你的眼鏡一樣 照相機一樣 伸長一點 或者縮短一點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才能夠看得到 OK 思想一下 OK 好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